為了對抗通膨 美國聯準會升息了三碼 而央行總裁楊金龍 在上午的時候回應 指出貨幣政策的後座用力 將會慢慢地顯現 至於臺灣在下個月 是不是會跟進升息 還要經由里堅市會議 來討論決議 美國聯準會二號 再宣布升息三碼 來對抗居高不下的通膨 這是美國今年三月以來 第六次的升息 聯邦資金利率區間 已經來到百分之三點 七五到百分之四 是二零零八年元月以來最高 同時主席鮑爾在會後 記者會暗示暫停升息 仍言之過早 市場預估聯邦基金利率 會升到百分之五以上 對此央行總裁楊金龍 在立院表示 貨幣政策後作用力 將慢慢顯現 假設十二月又升三碼 那就又要加零點七五 那就五其實也很快就到了 貨幣政策的一個作用力 他是會有一個時間的落後 那現在因為他累積累積 到現在你看看 現在開始 面對聯準會升息又快又猛 臺灣央行十二月 是否再度跟進升息 楊金龍強調 仍得交由李建市會議 來共同討論決議 而周三美股油紅翻黑 也連帶影響臺股的早盤 以一萬兩千九百八十五點五五點 開出失手萬三 在電子全產金融等類股下跌下 中廠下跌一百一十三點 收債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五點五點 兩千九百八十六點 成交金額一千六百三十五點二五 億元 而護國神山台積電股價也同步走低 以三百八十五元 開出後中廠收在三百八二四元 市值再度滑落到十兆元大觀之下 財產出現 電容也在信心喊話表示 國安基金目前仍在場中 以法定可動用籌碼兩千億去操作 也會密切關注市場發展 適時進場 記者為張國良 特別報導